政府出版品 就是用声音 影像或者文字 写下在这块土地上 奋斗的人 其中包括政府的人员 包括热心工艺的人 包括在夏日底下 褐蜀耕作的农民 也包括在山顶上 保育 动物 种植 林木的 很多的朋友 所以出版品才会显得 丰美多汁 更有含义 它就让生命 从治理行间跳跃出来 这样的出版品 才是我们政府 或者民间所期待的出版品 政府的出版品 它不是单纯做一种 政府的文圈 它应该有义务 有责任 也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 要把这块土地上 我们所有的民众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它爱这块土地 贡献这块土地 为这块土地的人民 做真诚的服务 而政府出版品就是扮演着 中间一种交流 让精神心灵交汇的平台 它这里会记录 许许多多人对台湾的贡献 谢谢大家的辛劳 不但平常用工作奉献给国家 还精心的把这些出版品 能够出版来 传播我们需要传播的讯息 也谢谢所有的评审委员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工作顺利 谢谢 谢谢